只见 夜寒飞速地掐绝念咒 一拍楚无带 五行法宝阵的五个阵法珠低溜溜地飞了出来 在空气中不断地旋转 爆发出来惊人窒息的天地灵气跟法力威能 五彩灵光随着夜寒的法力法印不断注入了其中 五个阵法珠在瞬息之间 不断地爆发出来 无边的五行符文光 化作了数万丈之大的巨大无比的禁止防御光照 护住那些金属傀儡 这些金属傀儡虽然一个耗费的材料不算多 但是一万个的话 耗费的材料足以培养数十个金单七修仙者了 可见这些金属傀儡的价值 夜寒自然不会让这些金属傀儡白白地被这些魔旗兵杀掉了 只见 轰轰轰 那魔旗兵轰击出来的千丈枪芒 铺天盖地的轰击在五行法宝阵上 让整个五行法宝阵阵冲击爆发出来无边的涟漪爆发 光照在这一瞬间也不断地扭曲溃灭 而那些魔旗兵并没有放弃地打算 在空中一个旋转 爆发出来无边的光暴 轰击出来更多的枪芒 环绕那夜寒的五行法宝阵疯狂地轰击 夜寒的法力瞬间消耗的速度加快了数倍 不过 夜寒双手一掐法诀 手指一点 一个个储物袋飞了出去 呼呼 等灵光颤动 那一个个金属傀儡顿时化作了一道道灵光 钻回去了那一个个储物袋之中 对付这些魔旗兵金属傀儡已经不够看了 收起来也免得白白损失 与此同时 夜寒继续掐绝念咒 手指一点 呼呼呼的一个紫色符文漩涡出现在空气之中 跟着 嗡嗡嗡 得一片黑色的 足足有树杖之大血斑蚂蚁 从漩涡之中 潮水一般涌动了出来 这些血斑蚂蚁 一个个都有树杖之大 背后的血斑都是金色的了 发出来圣人的声音 源源不断地从子顶空间的漩涡之中 不断地蜂涌钻了出来 血斑蚂蚁 经过夜寒如此多年的培养 已经培养到了极限了 珠基奇巅峰的修为 就已经无法再突破了 所以 夜寒看这些血斑蚂蚁 无法再突破了 就不断地让其繁殖增加数量 可以说 血斑蚂蚁的数量 足有百万之多 这么疯狂地冲击出来 让远处的魔龙后背上的九伤魔君 都露出惊骇之色 这该死的夜寒 怎么培养了那么多奇虫 而且 能够有如此大的空间 容纳这些奇虫 看来这家伙肯定有着十分厉害的空间之宝 不可能这么快地修炼的 而且拥有特殊的秘境空间的 糟糕了 这家伙那么多奇虫 倒是他一旁的绝美妖威的女子 对九伤魔君道 魔君大人 这个家伙 好像手段很强啊 难怪敢挑衅大人 一定要跟他点厉害看看 听了这话 九伤魔君拍着胸膛说道 那是当然了 这小子虽然厉害 但是不在我的眼里 说着 九伤魔君口中念念有词 法力魔器不断地涌动而出 他身上飞出来一个个残缺的妖魔的身影 随着九伤魔君的掐绝念咒 一起念叨出来 整个空间之中 都回荡着九伤魔君可怕的咒语 周围空间之中 无数的咒语符文 跟着在颤动不已 形成了的符文血光 朝着地面上的魔物 魔化修仙者涌动了过去 瞬息之间 哦 等魔化修仙者魔物 疯狂地咆哮起来 身上血肉不断地膨胀 震慑出来无数的血光符文 在他们的身上不断地颤动 一个个魔化修仙者 魔物不断地的血肉渗透出来 互相融合在一起 随着这些魔化修仙者 跟魔物的血气 身体不断地融合起来 气息越来越是恐怖地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个个百丈之大的 全都是魔化修仙者 跟魔物熔练在一起 巨大魔物身影 这些魔物的身上 全都是争鸣惨叫的 魔化修仙者的面孔 还有魔物咆哮的声音 哦 这些巨大的魔物 疯狂朝夜寒的方向 冲杀了过去 而夜寒这一边 随着收起来金属傀儡 放出无数的血斑蚂蚁 这些血斑蚂蚁 比一般的人族还要大 数以百万 这么疯狂地冲击出来 血斑蚂蚁 不断地挡住了那些的魔化修仙者 魔物的攻击 冲到了这些家伙的面前 张大满是獠牙的大嘴 不断地撕咬这些魔化修仙者的肉身 而这些魔物 魔化修仙者 也是疯狂地撕咬起来 整个天地都变成了绞肉鸡一样 不断地有魔化生灵 被撕咬成碎片 同样的 不少血斑蚂蚁 也被那疯狂的魔物 撕咬成碎片 叶涵早就算计好了 光靠上万的傀儡 想要打败魔族大军 那是痴心妄想 它最大的依仗 其实是这些血斑蚂蚁 跟其他奇虫 这些才是大规模作战的 最强力气 叶涵也不管血斑蚂蚁的攻击 反正他救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对着魔族的魔化修仙者魔物 撕咬吞吃 要知道 这血斑蚂蚁到了极致之后 枪芒威能十分恐怖 虽然无法击破五星法宝阵的光照防御 但是威力惊人 打得叶涵的 需要消耗更多的法力去防御 修仙者之间的斗法 如果消耗的法力过多 没有法力的加持 很多神通宝物 就无法施展出来 威能了 看来是那九伤魔君 准备消耗他的法力啊 但是 这家伙哪里知道 自己有神秘诡异的子鼎恢复法力 不过 他可不想跟九伤魔君打消耗战 这些可都是珍贵的修炼资源 损失一些就是一些 于是 叶涵掐绝念咒 手指一点 收起来了五行法宝阵的阵法珠 与此同时 他手指一点 紫色符文漩涡 再次颤动扭曲地冲击出来 形成了一个空间漩涡 呼呼呼 得一道道火红的火焰灵光 从紫顶空间漩涡出口飞了出来 这家伙不好对付 第1502章 魔之战 4 在远处 九伤魔君看叶涵收起来了金属傀儡 放出来了这么多雪斑蚂蚁 又收起来了防御光照的宝物 他的眼神一动 这小子想要保存法力 休想 说着 九伤魔君再次掐绝念咒 身上玄动的九道残缺妖魔 也跟着念叨起来 随着一道道咒语 魔气法力狂暴地涌动出去 不断冲击进入了远处的魔奇兵的身上 哦 那些魔奇兵 一个个发出震天的咆哮 身上血光符文涌动出来 双目爆发出来血光 杀意冲天地爆发出来 嘎嘎嘎 魔奇兵的坐骑 也跟着发出震天的暴起 魔气不断地不断地悬动 冲击进入了那魔奇兵之中 魔奇兵手中的长枪震慑 爆发出来无边的枪芒 悬动起来 无边的可怕枪翼 朝叶寒杀了过去 但是 呜呜呜 从叶寒的子顶空间漩涡之中 冲击出来一团团 炙热无比的火焰灵光 一个个视火虫飞了出来 只见这些视火虫 通体数十丈之大 全身都是 带有一丝紫红色的符纹血光 表面还有星辰一般的斑斑点点 这些视火虫 可都是金丹气的修为气息 而且 自从当年夜寒 收入了雪龙海王之后 这视火虫 就开始能够吸收 子顶空间之中 星辰之力了 之前是因为成长的时候 不够血气 但是当夜寒斩杀了四大妖黄之后 这些妖黄的血肉骨骸 都让这些视火虫吞吃了 所以 夜寒真正地培养出来了 金丹级别的奇虫 虽然只有这三百多个 但是这战斗力 可不是一般的恐怖 值得一提的是 夜寒培养的另外一种奇虫 毒乌虫也有进阶到金丹级别的 一方面是因为 数量只有三十多个 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毒乌虫的主要神通能耐是毒 这些魔奇兵本来就是魔物 虽然有生灵气息 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怕死 也不怕捕 就没有必要使用毒乌虫了 果然 三百多的视火虫冲了出来 爆发出来的火焰 如同一团团火焰光球 在空气之中 宛如一个个巨大的灯笼 点亮了天地一样 爆发出来无数的火焰符纹 轰轰轰 视火虫的大嘴 是一个细长的喇叭一样 随着视火虫的身上 火焰符纹震荡爆发出来 直接喷涌出来一道道 紫红色的火焰光球 这些紫红色的火焰光球所过之处 冲击出来一道道 惊人的炙热涟漪 魔器都在不断地被冲击溃灭 轰轰轰 炙热窒息的紫红色的火焰光球 攻击到了那些魔奇兵的身上 接连不断地爆裂出来 惊人窒息的紫红色火焰爆发开来 虽然魔奇兵不断地推动着巨盾 挡住了这些轰击而来的紫红色火焰光球 但是爆炸开来的紫红色火焰 居然蔓延在这些巨盾的光照的上面 吱吱吱 得火焰不断地蔓延开来 那魔奇兵身上的巨盾 不断地火焰缠绕 整个巨盾变得暗淡起来 更加恐怖的是 虽然魔奇兵的盾牌 阻挡了大部分的紫红色火焰光球的攻击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紫红色火焰 掉到了魔奇兵的坐骑身上 熊熊的紫红色火焰 在这些乌鸦坐骑身上 不断地燃烧起来 乌鸦坐骑虽然不会疼痛 但是这烧起来的火焰 烧毁了它不少羽毛之后 这些乌鸦坐骑的速度 骤然降低了许多 根本无法快速地冲锋 躲避噬火虫 喷涌出来紫红色火焰光球 而叶寒还不罢休 手指一点 那些装着金属傀儡的储物袋 再次放了出来 呼呼呼 等灵光颤动 一个个金属傀儡 落在了地面上 双目爆发出来法力灵光 这些金属傀儡 并没有再次攻击剑芒 而是一个个的法力灵光大圣 在这些金属傀儡的身上 涌动爆发出来无数的法力 手中的灭魔镜 不断地爆发出来一道道荧光光柱 攻击那些被雪斑蚂蚁 杀死了肉身 或者被视火虫攻击杀死 落到地面上的魔奇兵的尸体 喷涌出来的魔奇鬼异 只见无数的荧光光柱 不断地轰击出去 漫天都是荧光光柱乱颤 打中了一个个魔物涌动的魔物身影 在夜寒的放出了金属傀儡 血斑蚂蚁 是火虫的三重攻击之下 四面八方冲击而来的魔物 魔化生灵虽然多得吓人 但是明显攻势不行了 不但没有攻击到夜寒 反而是被这些金属傀儡 血斑蚂蚁 是火虫打得不断地倒下 反而让夜寒占据了完全的上风了 而且 随着这么不断地厮杀 越来越多的魔物 魔化生灵 魔奇兵倒下去之后 夜寒明显感觉到 那一股钻入自己身上的神秘的气息 在不断地增强了起来 果然 这么疯狂地 杀死这些贼老天不喜的魔物 反而让自己 不会有杀戮杀气的入侵 也不会有心境上的问题 更加不会引起所谓的天谴了 不过 夜寒也没有占据上风多久 这时候 哄 哄 哄 一声声沉重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只见一个个巨大无比邪魔的身影 足足有数百丈之大 这些魔物身影的身上 都是猙獰的 嗷嚎惨叫的魔化修士的面容 还有魔物的身影 在其中扭曲颤动 更加恐怖的是 随着这些巨大无比的邪魔 朝夜寒的方向杀过来 不断地踩塌在那些围攻夜寒的魔物 魔化生灵的身上 这些被踩死的的魔物 魔化生灵并没有被踩死 而是如同滚雪球一样 不断地朝这些巨大的邪魔身上 钻了上去 而且 在这些邪魔周围方圆千丈的魔物 魔化修仙者生灵 也是主动地朝着这些巨大的邪魔身上 不断冲了过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魔物 魔化修仙者 不断地钻入了这邪魔的身上 这邪魔的体型 在不断地长大的时候 还在不断地变化 长出来更大 更粗壮的四肢 手臂从两肢 长出来到了四肢 八肢 与此同时 这些邪魔的气息 也在不断地碰撞 已经超过了魔骑兵的气息了 看着这些巨大的邪魔杀过来 叶寒眉头一凝 这九伤魔军 还真不好对付 手段极多 第1503章 魔之战 5 随着这邪魔的不断冲击过来 本来只有千丈之大的身躯 已经变成了数千丈之大 变成了八个手臂 独眼魔气旋动的魔物身形 这些邪魔 聚集了如此多的魔气 生灵气息 散发出来的气息 暴涨了数倍 冲击过来 朝着那些雪斑蚂蚁 不断轰击下去 无数的血斑蚂蚁 被这邪魔一巴掌 轰碎了数十个 还有的攻击空中噬火虫 一个个噬火虫 被拍飞了出去 噬火虫被拍飞出去之后 在空中一阵滴溜溜的翻滚 跟着那些魔旗兵杀了过来 不断地攻击那些噬火虫 好在噬火虫也足够坚韧 不断地爆发出来紫红色火焰 躲避那些魔旗兵 接连不断地攻击 随着这些巨大的邪魔出现 夜寒使用金属傀儡 血斑蚂蚁 噬火虫占据的上风 一下子又回到了 之前拉锯战的局势 双方不断地损失战力 一个个魔旗兵掉落下来 一个个噬火虫被打飞杀死 无数的血斑蚂蚁被轰死 夜寒眉头一皱 知道这九伤魔君 不是等着挨打的主 这样持续下去 可就是消耗战了 既然自己来了 就不可能这样 跟那九伤魔君慢慢消耗 于是 夜寒手指一点 飞速地掐绝 放出来无数的符纹灵光 涌入了那些金属傀儡的身上 顿时 咔咔咔咔 那些金属傀儡 跟夜寒坐下的金属傀儡 麒麟坐骑 跟着机关颤动的声响 不断地涌动 变形了起来 只见这些金属傀儡 不断地朝他身下的金属座骑 涌入了进去 不断地环环相扣地连接在一起 上万的金属傀儡 以麒麟坐骑为中心 居然不断地连接 桥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万丈之大的 巨大金属傀儡 而夜寒坐在那麒麟坐骑的中心 身下多了一个巨大的阵盘 分明就是一个放大了 数百倍的机关傀儡 不错 炼制这些金属傀儡的时候 夜寒本来不打算那么麻烦 制造一个可以拼合成 机关傀儡的神通 倒是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炼制了一个神通阵法进去 现在倒是拿出来试试 这操控机关傀儡的感受 随着夜寒神势一动 嗡 的一片法力灵光 涌入了阵盘之中 咔咔咔 得金属颤动的声响 在整个巨大的机关傀儡上颤动起来 虽然是上万个金属傀儡 拼凑成的机关傀儡 但是彼此之间严丝合缝 没有一丝的缝隙 简直就是一块 这就是炼器之术高低的体现 为什么不是说是傀儡之术 而是炼器之术呢 因为傀儡之术 主要是控制这些傀儡的 阵法战斗能力 以及各种能力 炼器之术 才是让这些傀儡的构造 没有一丝的差距 这样拼凑起来 才没有这些缝隙 也只有夜寒这种炼器之术 傀儡之术 都达到了极高的层次 才有的水准 随着夜寒的神识 驱动机关傀儡的阵法 符文阵法在控制中枢震动了起来 整个机关傀儡 都爆发出来无边的法力灵光 咔咔咔 得机关震动的声响 在机关傀儡身上 不断地颤动起来 在机关傀儡的肩膀上 双手 胸口都开出来一个个大洞 大洞咔咔地伸出来一道巨大的灵炮 嘖嘖嘖 得符文法力 在这些灵炮口上 不断地涌动出来 瞬间 轰轰轰 一道道百丈之大的 金色的灵炮的光束 轰击了出去 呼吃 一道道金色光束 冲击过虚空 虚空空间都在这一刻 扭曲颤动了起来 这机关傀儡使用的灵炮威能 可是蕴含着夜寒的法力威能 不但拥有大更神物剑法的剑意 还有原因之力 星辰之力 速度快地惊人窒息 轰 得一声闷爆 一个万丈之大的八臂邪魔的胸口 目前被轰击出来了一个巨大的大洞 呲呲呲的破魔神雷紫金色电弧 也跟着爆发出来 轰轰轰 得无边的紫金色电弧炸裂 那巨大至极的邪魔身上的血肉 魔气不断地崩溃炸裂 那破魔神雷是魔物的可星 威力之大 直接让整个邪魔的身形都僵直 跟着 轰轰轰 得一声声震天动地的轰鸣爆炸 一道道可怕金光光束 攻击在那一个个邪魔的身上 一个个邪魔都僵直崩溃炸裂 哗啦啦 的血斑蚂蚁 如同潮水一样 朝这些邪魔身上涌动了上去 对着这僵直的邪魔 疯狂地撕咬了起来 而机关傀儡 在夜寒的强大神石的控制下 身上的巨大灵炮 如同手臂一般灵活 不断地转动了起来 对着四面八方的邪魔 空中的魔奇兵 疯狂地攻击 夜寒也没有停歇脚步 控制着那巨大的机关傀儡 不断地朝前方走去 哄 哄 哄 得一声声震天动地的轰鸣炸裂 一个个魔物 魔化生灵也是被巨大的机关傀儡 踩成肉泥 与此同时 机关傀儡的身上 开始翻出来一片片灭魔镜 银色符纹灵光爆发 一道道银色的光柱轰击出来 把这些被踩死的魔物 魔化生灵散发出来的魔器身影 不断地轰击 随着灭魔镜轰击出来的银色 光柱的不断轰击 这些魔器身影不断地湮灭了 在巨大魔龙背后上的宫殿之中 那女子看到此景 惊骇地对九杀魔君说道 魔君大人 这个叶寒好厉害 我们损失太大了 怎么办 九杀魔君听了此言 自信满满地说道 慌什么 这叶寒的确不好对付 不过 本君还有大招呢 话虽如此 九杀魔君的脸色并不好看 这些魔物 魔化生灵 可不是凭空就能够炼制出来了 而是通过掠夺大量修炼资源 丹药 修仙者的肉身 妖兽的肉身 血迹炼化出来的 这魔器抑制的魔魂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被叶寒这么不断地灭杀淹灭 简直就是在不断地消耗他的心血 要真是能够凭空炼制出来魔物 魔化生灵 那魔族早就统领了整个万剑了 只是在这小宝贝面前 他不好丢了脸面而已 那女子妩妹说道 真的 魔君大人 你真了不起 第1504章 魔之战 6 说到这里 魔君大人 你快动手啊 不能让那家伙如此得意 九伤魔君听了这话 马上答道 看好了 这么说着 九伤魔君身上不断地涌动 爆发出来惊人的黑红的符文魔器 九个残缺的邪魔 不断地咆哮念叨出来口诀 无边的魔器不断地涌动爆发出来 轰隆隆 等无边的奔涌的雷光颤动 在虚空之中 开始扭曲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空间孔洞 随着空间孔洞的不断绽放 扭曲出来 一个满是诡异的魔器符文的巨手 从孔洞之中 缓缓地抓了出来 跟着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身体 上面全都是血红的钢毛 身上的穿着巨大的盔甲 缠绕着无数的锁链 居然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巨大身体 看到这个巨大无比的身体 九伤魔君立声喝道 穷颜魔王 上 哄哄哄 那穷颜魔王身上 爆发出来一圈圈的惊人窒息的血红火焰 空间之中都爆发出来 诡异的炙热气焰 这个穷颜魔王活着的时候 正是九伤魔君的四大魔王之一 魔魂元神已经被困死了 不过 这肉身让九伤魔君炼制成了超级魔物傀儡 战斗力那可是原因巅峰的实力 随着穷颜魔王冲出了空间孔洞 双臂朝身上一抓 抓出来一道满是鬼头的战斧 穷颜魔王朝着夜寒控制的机关傀儡 疯狂冲击了过去 羞羞羞羞 得可怕的金光光束 在夜寒控制的巨大的机关傀儡身上 不断地轰击出来 形成了数十道可怕的金光光束 朝那穷颜魔王轰击了过去 好 穷颜魔王身上的血光火焰瞬间爆发出来 手中的战斧魔器法力爆发 瞬间轰击出来一道道震天动地的 血光战斧灵光 哐哐哐哐 得狂风咒语的 如同雷鸣一般的轰鸣炸裂 一个个灵炮光束 被不断地磕飞了出去 空间都震出来无数的光爆灵光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地炸裂开来 那穷颜魔王巨大窒息的身形 带着无穷的血红火焰的威压 恐怖窒息地朝夜寒冲了过来了 夜寒看着此景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这机关傀儡毕竟没有真正的 使用最好的材料 而且太过庞大 无法发挥出来更强的战斗力 这么想着 夜寒一番掐绝 法力灵光朝机关傀儡的身上 不断地涌动了进去 与此同时 手指一点 放出来了一个储物袋 喷涌出来无数的零食出来 不断地落入了那座气傀儡的身上 跟着 咔咔咔 夜寒的身形从大洞之中飞了出去 随着机关颤动 机关傀儡开始对着巨大的魔物 魔化生灵疯狂的攻击 不错 对于夜寒来说 这机关傀儡 不过是尝试一下战斗力如何而已 现在看来也就是原应器的修为 对付那冲过来的穷烟魔王完全不够的 也只能自己亲自出手 对付了这个穷烟魔王再说了 而机关傀儡 就让齐驱对付那些魔物 魔化生灵 魔骑兵就好 夜寒身形冲击而出 身上法力灵光爆发 随着他的不断的念咒掐绝 九转金刚绝光爆颤动 破魔神雷运转 八重练古术都爆发了出来 只见夜寒的身上 爆发出来璀璨的金光符文 在他的身上 不断地聚集起来惊人的法力 随着法力光爆的不断凝聚 一个万丈之大的金刚 出现在夜寒的身手 而夜寒一拍胸口 掌口一喷 呼呼 的五彩灵光 跟紫金色电弧荡样地爆发出来 本命法宝雷霆五星金箍棒 飞了出来 而那巨大的金刚身影猛地一抓 雷霆五星金箍棒 抓在了手中 这金刚人影 旋动起来一圈符文气焰 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气息 夜寒双目一颤 金光璀璨地爆发而出 怒吼一声 大圆 随着夜寒的神通法力爆发 他背后那个巨大知己的金刚 化作了一个巨大无比猿猴一般 抡起雷霆五星金箍棒 无边的五彩五星灵光 紫金色电弧 在其中震荡不已地爆发出来 轰隆 巨大的金光猿猴 一棍轰击而出 雷霆五星金箍棒 汉天之威 在瞬息之间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刀万丈之大的棍影 碾压天地的冲击而下 轰轰轰 抖无边的恐怖轰鸣闷暴 在空间之中爆发出来 混天八妖棍法的大圆棍法 夜寒已经修炼了数百年了 现在爆发出来的威能 已经超过了大根神物剑法的威能了 重点是 这雷霆五星金箍棒 可是蕴含着破魔神雷的威能 瞬间无边的恐怖风暴 把空间都碾压 得不断扭曲军裂 雷霆五星金箍棒 朝那穷炎魔王的头顶 碾压轰击而下 穷炎魔王魔器法力纵横地不断爆发出来 手中的战斧爆发出来 无数的血红的魔影 化作了万丈之大的战斧 瞬间轰击出来一道万丈之大的战斧血光 这一片血光蕴含着 穷炎魔王当年征战万界的时候 斩杀的那些对手的血气魔光 朝着轰击碾压下来的雷霆五星金箍棒 对轰了过去 在巨大的魔龙后背上 九伤魔君看到此景 双方这个可怕的冲击 猛地站起来 不好 没等九伤魔君惊呼 哐 的一片汗天洞地的闷爆 穷炎魔王手中无比巨大的魔器战斧 挡住了碾压轰击而下的雷霆五星金箍棒 挡住了吗 不 没有 轰隆 一片可怕的闷爆 那穷炎魔王手中巨大的魔器战斧 瞬间四分五裂地爆裂开来 轰隆 一片可怕的风暴闷爆 雷霆五星金箍棒碾压下去 无边地可怕威压 那穷炎魔王不甘心地爆发出来无数的火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盾光暴 挡在了身前 但是 在雷霆五星金箍棒 这个拥有破魔神雷 还有五星克制微能的本命法宝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哐 的一片光暴火炎炸裂 雷霆五星金箍棒 直接轰击在了那穷炎魔王的身上 第1505章 魔之战 七 轰 的一片无边的光暴 炸裂出来一道悬动的万丈之大的五星灵光的光柱 紫金色电弧环绕在其中 不断地闷爆碎裂 砰砰砰 的血肉分下的闷爆开来 那穷炎魔王的身体 在瞬间就炸裂开来 整个身躯都化作了肉泥一样 而可怕至极的魔器 在这时候不断地朝四面八方 不断地绽放地爆裂开来 远处的九伤魔君 都不禁睁大了眼睛 心在低血啊 这可是自己最亲密的四个手下 唯一剩下的东西 就是这个穷炎魔王的肉身啊 居然就这么 被这个该死的夜寒 一棍干掉了 这家伙的本命法宝 怎么如此厉害 那可怕的紫金色电弧 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 不禁让他感到忌惮 这紫金色电弧的雷电 不会是传说中的破魔神雷吧 该死的 这地界怎么会有破魔神雷呢 那可怕的神雷 在上界都已经消失了的 一定是那狂雷子电吧 而看着自己昔日的手下 在五彩灵光光柱之中 不断地湮灭 还有周围的魔物魔化生灵 被席卷进入其中 一个个不断地崩溃碎裂 就这么一棍 就解决了穷炎魔王 还有数万的魔化生灵魔物 就是九伤魔君 也感到极其的肉痛 一旁的女子 看到此景 眼睛都是惊恶之色 朝九伤魔君呼道 啊 魔君大人 这个该死的夜寒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不是对手吧 我们还是先撤了吧 说着 她的眼神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悄悄地朝夜寒看了过去 夜寒使用了雷霆五行金箍棒 看着那穷炎魔王被轰死 眼神露出疯狂之色 朝那巨大的魔龙背后的九伤魔君 看了过去 呼吃 随着夜寒的眼神看过去 巨大的金刚身影 手持那雷霆五行金箍棒 朝那九伤魔君的方向指过去 冷冷喝道 下一个 就是你了 夜寒怒喝一声 身形化作了一道璀璨的金光 朝那九伤魔君冲了过去了 擒贼仙擒王 这魔族大军真正的魔族 其实只有九伤魔君一个 虽然不知道他身边的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 但是修为不过是原因气得腰晃 夜寒疯狂朝九伤魔君冲了过去 巨大的金刚 不断挥动着手中的雷霆五行金箍棒 一道道棍影轰击了出去 轰轰轰 得连环不断地棍影暴击爆开 棍扫天地一般 无数的魔物魔化生灵 都被棍影轰飞了出去 在续空之中 不断地碎裂爆开 身体都在湮灭 夜寒选择棍当作自己的本命法宝 就是考虑到棍的可怕威能 尤其是他的肉身之强 都不是一般修仙者能够比拟的 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他炼体之术 五行灵灯的威能的 就是这雷霆五行金箍棒 九伤魔君看着夜寒如此疯狂地杀过来 心头一颤 也有些想打退堂鼓的打算了 但是在别人的面前 自己怎么能如此丢脸呢 而夜寒虽然厉害 但是已经消耗了那么多法力 如果这个时候撤退了 那么自己损失的这些手下 不就是白死了吗 在九伤魔君看来 面子跟损失可就太重要了 于是九伤魔君怒声喝倒 这不过是小场面 本魔君当年征战万界的时候 你这样的家伙杀了不知道多少 做梦 杀 魔龙 随着九伤魔君暴怒至极的震天咆哮 他神势一动 那站在山脉之上的魔龙 跟着发出汗天动地的咆哮出来 哦 随着那魔龙的咆哮 巨大无比的肉意张开 猛地煽动着 这巨大无比的肉意 无边的恐怖风暴 震荡天地地爆发出来 轰隆 一片无边的无边的山石 都被这魔龙巨大无比的肉意的煽动 冲击散开 形成了一片可怕的沙尘暴 朝四面八方不断地冲击开来 万金巨石都在这一瞬间冲飞了起来 朝四面八方不断地飞散了开来 九伤魔君站在魔龙的后背 沉声喝道 这夜寒绝对有极大的秘密 是我的了 说吧 九伤魔君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九道残缺的妖魔身影 不断扭曲起来 放出来惊人的魔气 朝那魔龙冲击了进去 魔龙痛苦地咆哮起来 身上开始出现了无数的血红符纹 化作了黑红的魔气火炎 在这魔龙的身上 不断地激荡爆发出来 轰轰轰 得惊人窒息的闷爆 在整个魔龙燃烧起来 冲击起来一道无比可怕的魔气火炎 朝那夜寒冲了过去了 隔着万丈 魔龙就当大血盆大口 一圈圈的黑红符纹的气焰 在其中涌动不过 哄 得一片黑红火焰冲击而出 方圆数万丈 都是可怕的魔气火炎冲击而出 空间都不断地扭曲颤动 地面上的山石树木 魔气冲天的魔物 魔气身影 一个个不断地军裂闷爆开来 这些黑红的魔气火炎冲击出来之后 化作了九道巨大的魔物身影 咆哮怒吼着 张牙舞爪地 不断朝夜寒围攻过去 夜寒感觉到 这魔龙喷出来的魔气火炎之中 蕴含着让他都感到心惊的血煞之气 这该死的九伤魔君 到底杀了多少生灵才聚集出来 如此可怕的血煞气 难怪贼老天 如此希望魔族完蛋呢 杀 夜寒看着无边的黑红火焰妖魔席卷而来 咆哮一声 双手不断地打出一个个法印 化作了一道道灵动的法力气焰 朝着雷霆五行金箍棒涌动进去 大圆棍法 九转金刚诀化作的巨大金刚 舞动着那雷霆五行金箍棒 宛如挑战天地的战神一般 傲然看着无边的九道黑红火焰的妖魔 冲击而来 巨大金刚抡起来 那雷霆五行金箍棒 震慑万千紫金色电弧雷光 汗天动地地旋动起来 轰轰轰 得震耳欲聋的棍影 轰击爆发而出 无边的棍影横扫万千天地一样 把九个黑红火焰的妖魔都轰击得粉碎 方圆数万丈 都是无边的棍影风暴 炸裂而出 看到此景 那九伤魔君脸都黑出水来了 可恶啊 那家伙的雷法 好像真是破魔神雷啊 第1506章 魔之战 8 这么想着 九伤魔君脸上阴沉的可怕 要知道 他第一次来到地界的主要目的 就是找到传说中的练兵王子 而破魔神雷 好像当年是跟练兵王子一起消失的 很多魔族的大能都在猜测 找到练兵王子 可能也能找到破魔神雷 要知道 破魔神雷虽然是魔族的克星 但是如果得到了 这破魔神雷 也是能够修炼的成功的话 在魔族 那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魔神了 九伤魔君之前还觉得 叶寒这紫金色电弧的雷电 不过是传说中的狂雷子电 结果自己魔龙的魔鬼 加上自己的本源九魔魂的力量 居然被那紫金色电弧 硬生生地克制了 不然的话 这魔龙喷涌出来的魔火 怎么可能被雷电给打散了呢 一旁的女妖羞看到此景 悄悄地看了九伤魔君一眼 看到她的眼神惊骇 心中一鸣 马上到 魔君大人 我们还是撤吧 她的修为可不低 而且修炼数千年 早就是老狐狸中的老狐狸了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现在的情况不太妙啊 虽然她想要攀附九伤魔君这个大腿 但是也知道 对手叶寒比传说之中 更加的恐怖厉害 难怪当年能够以一人之力 斩杀四大妖皇 名震天下 九伤魔君扫了 这女妖休一眼 冷冷道 哼 放心 本魔君可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 这个小子虽然厉害 但是不放在我的眼里 这话自然是吹牛的 这叶寒比她想象之中 更加强悍之外 而且好像牵扯到当年的练兵王子 即便这个叶寒身上没有地界的秘密 光凭可能知道练兵王子下落 这叶寒就值得她拼命捉拿了 要知道 魔族之所以没落了许多 当年征战万界失败之外 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 传说中能够炼制绝寒神剑的 炼宝灵爵失踪了 好在当时一起失踪的 还有破魔神雷 不然的话 拥有的破魔神雷的先祖 对付没有绝寒神剑的魔族 已经是稳战上风了 她可是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说炼兵王子有可能在地界 这才带领四大魔王前来攻打地界的 只是当年没有想到 这个地界拥有可怕的横骨禁制 让他们吃了大亏 自己也没能够逃脱禁锢的命运 这么多年过去了 四大魔王魔器消耗光了 已经是陨落了 唯一的穷烟魔王的肉身 还没有消耗光魔器 却是被叶寒刚打碎了 自己为了这个炼兵王子 吃了那么多苦头 连魔君之味都丢了 自己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呢 这么想着 九伤魔君的眼神露出惊人窒息的杀意 吼道 这个该死的家伙 找死 说着 九伤魔君一拍胸膛 一双金光璀璨的双目 爆发出来一圈圈的惊人至极的神光 张口一喷 一道血色的长刀 本命法宝飞了出来 随着九伤魔君的掐绝念咒 魔器冲天的不断地喷涌了出来 形成了一圈圈圣人的魔器火炎 逆天的刀翼在他的身上爆发出来 这刀翼蕴含着无边的刀光血亡 在九伤魔君的身上 疯狂至极地爆发驱动而出 天地都一片血红的煞气魔光 这九伤魔君得杀了多少生灵 才有如此的刀翼血光啊 这家伙的逆天气息 都已经影响到了天地之气的了 好像天地都化作了无边的杀戮之地一样 九伤魔君猛地发出一声 震天动地的怒吼咆哮 魔玉刀法 随着他的这一声怒吼 本命法宝断万灵 猛地化作了一道数万丈之大血光长刀的刀光 瞬间轰击斩了出去 这一盏的刀光 断送万千生灵的煞气魔光 疯狂地扭曲冲击而出 天地在这一刻都静止了一样 化作了魔玉一般的世界 夜寒顿时看到 无边的万千生灵 不断地挣扎怒吼起来 在天地之中 不断地扭曲炸裂出来 煞气血光怨气魔气 如同潮水一样 疯狂地朝夜寒冲击而来 更加可怕的是 那一道刀光 瞬间蕴含着无边的死亡法则的力量 如果主宰生死的死神一般 斩出来的刀光 瞬间就到了夜寒的头顶了 嗡 夜寒身上 骤然一片紫色符纹爆发而出 一股强大的法则力量 生命法则的气息 瞬间冲击夜寒的神魂 让他千军一发的瞬间 对他的生命气息 爆发出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嗡 给一片惊人窒息的生命气息 在他的双目爆发震荡出来 夜寒的马上身形 轰然爆发出来 一片紫金色电弧炸裂开来 轰隆 一片紫金色电弧爆发 夜寒的身形 瞬息之间消失在原地了 嗡 得一道血光刀芒 开天辟地一样 朝地面上轰然斩下去 紫金色电弧的闷爆 瞬间都被斩成了两半 嗡 得一片紫金色电弧 在九伤魔君的头顶上空爆而出 夜寒双手飞速地掐绝 手指一点 法力如同潮水一样 疯狂窒息地 朝着了雷霆五行金箍棒 涌入了进去 嗡 金刚手持那雷霆 五行金箍棒 震荡爆发出来 无边的棍法之力 混天八妖棍法的巨猿 化作了无边的恐怖窒息的力量 朝着那九伤魔君的头顶 轰击了下去 只见雷霆五行金箍棒 碾压下来数万丈之大的恐怖棍影 直接碾压天地地 轰击到了九伤魔君的头顶了 九伤魔君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魔玉刀法 居然没有击中夜寒 而且他感觉到了 夜寒身上 有着一股他十分讨厌的法则之力 可恶 这家伙怎么过去的 九伤魔君反应快得惊人 突然手中的展万灵本命法宝 主动地爆发出来 无边的血光符文 化作了一个万丈之大的 血红的恶魔 反手展出来了一道 巨大无比万丈之大的 血光刀芒 狂 得一声可怕无比的轰鸣炸裂 刀光 紫金色电弧 棍影如同两个火流星 对轰在一起 方圆十万丈 都是可怕的风暴 血光奔用 不可能 夜寒跟九伤魔君 同时惊呼起来 第1507章 魔之战 九 两人之所以同时惊呼起来 那是因为 不管是夜寒 还是九伤魔君 都对自己的本命法宝 神通威能 都有足够的信心 夜寒的雷霆五行金箍棒 那可是耗费了 无数的珍惜材料 经过了数百年的炼化 强化 并且蕴含着 克制魔族的破魔神雷 而且 夜寒修炼的混天八妖棍法 又是一门十分强大的棍法 加上诸多神通威能的加持 夜寒对付龙角妖皇 这样的存在 都没有权力施展 雷霆五行金箍棒 就一棍子 轰死了那家伙了 也正是因为 夜寒那一棍 让妖族联盟 都震惊了不少 现在 他几乎是全力施展 雷霆五行金箍棒的一击 居然被九伤魔君的 本命法宝的血光长刀挡住了 而九伤魔君 也是对自己的本命法宝 斩万灵 有着十分强大的信心 这斩万灵 之所以叫做斩万灵 那是九伤魔君 征战万界的时候 真正的斩杀了万千生灵 不断地用那些生灵的血祭奠 但是 怎么可能是一个 原因期的人族修仙者 能够挡住的呢 而且 自己的刀法 那也是修炼了万千年的刀法 早就领悟了刀法真意 在这样的多重加持之下 居然还被这个夜寒挡住了 不过 九伤魔君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什么对手都遇到过 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就单纯的刀法神通来说 自己的斩万灵 应该在这该死的夜寒之上的 但是 这该死的夜寒 拥有克制魔族的破魔神雷 而且 破魔神雷的威能 发挥得十分强大 自己的刀法蕴含的 杀一刀气魔器 居然被这破魔神雷 挡住了一大半 可恶 这小子肯定知道 练兵王子的所在 而这时候 哄 得一片剧烈无比的轰鸣 爆炸在地面上爆发出来 那一道斩万灵 轰击出来的数万丈的刀光 轰击在了地面上 整个地面都被斩出来 一道深不见得勾痕 朝着前方不断地冲击出去 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颤抖 轰鸣颤动 无数的山石树木 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看起来好像整个大地 都被这一刀一分为二 不过 如此强悍的一刀 居然完全没有斩杀叶寒 这样的结果 让九伤魔君都快气疯了 于是 九伤魔君忍不住咆哮吼道 叶寒 练兵王子到底在哪里 说话的同时 九伤魔君魔器法力 斩万灵的刀翼血光 瞬间爆发出来 无边的恐怖血海一般 杀 九伤魔君身形一颤 爆发出来的邪魔 抓住了那斩万灵 斩出来一道无比巨大的 血光长刀 更加惊人地爆发出来 刚才抵挡叶寒的那一棍 太过仓促了 并没有把他的魔狱 刀法的威能 全部爆发出来 现在这一刀 已经锁定了叶寒的身形了 这家伙用什么神通 都不可能躲开 自己这一刀的了 叶寒听到这九伤魔君 突然大叫 那练兵王子的所在 突然明白过来了 这九伤魔君 之所以攻打地界 多半就是为了 那练兵王子而来的 应该是还没有找到 练兵王子的所在 就被清玄门等人足修仙者 联手打败 禁锢在了黑暗境地 宝天魔君的分身 可能就是为了 就这家伙出来 一起谋划地界的密地而来的 当然也可能是 宝天魔君的分身 想要从这九伤魔君的身上 找到什么宝物 或者秘密 前去找九伤魔君的 而自己施展的 雷霆五行金箍棒 拥有破魔神雷的力量 看来 这九伤魔君 是从这破魔神雷上猜测出来的 看着那巨大的血光长刀 朝自己碾压轰击而来 夜涵双目 骤然寒气奔涌地爆发出来 杀 夜涵可没有回答 九伤魔君的打算 大吼一声 嗡 他右手的手臂 肩膀上的 神魔之手的神魔之眼 在这一刻猛地睁开眼睛 璀璨的金光魔器 在神魔之手上 不断地地爆发涌动出来 哄哄哄 抖无边的光辉法力爆发 神魔之手不断地膨胀起来 化作了万丈之大 朝雷霆五行金箍棒 涌入了进去 哄 雷霆五行金箍棒 爆发出来无边的光辉 形成了一个 巨大金光璀璨的猿猴 跟一个巨大的黑色气息 悬动的黑光涌动的猿猴 两个猿猴一起抓住了 那雷霆五行金箍棒 震慑爆发出来 一圈圈的黑金色的符纹光辉 居然形成了 黑金色的漩涡力量 骤然轰炸下来一棍 哄哄哄 得天地颤动 闷爆奔涌之声 在天地之中震荡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个 无比巨大的雷霆万军 金黑色的棍影 还包裹着可怕的紫金色电弧 朝那九伤魔君 全力轰击下来的 斩万灵的血光刀芒 对轰了过去 哄 得无边的刀光血芒 震荡爆发 棍影轰击在其中 那斩万灵的血光刀芒 居然在这一刻 被打碎了许多 整个刀芒都在军裂炸裂开来 在瞬息之间 就要完全碎裂了一样 不可能 这家伙除了会先祖的 炼体之法之外 居然还能驱动 魔族的智宝神魔之手 那可是那一位 失踪了的魔君的智宝啊 怎么也落在了 这个该死的叶寒手里了 这混蛋家伙 到底有多少秘密啊 九伤魔君脸都黑出水来了 疯狂地掐绝念咒 爆发出来 更加璀璨恐怖的法力出来 九个残缺妖魔的身影 不断地注入魔器 法力到他的身上 嗡 得一个黑漆漆的 魔器玄动的魔鹰 出现在九伤魔君的头顶 跟着掐绝念咒起来 哄 得一大片可怕的血光刀芒 从斩万灵的上面震慑爆发出来 硬生生地震荡 涌动起来的血光刀芒 挡住了叶寒 这汗天洞地的一棍 整个方圆十万丈 都是恐怖窒息的风暴威压 连番不断地震荡爆发出来 轰轰轰 九伤魔君的身形 连同那魔龙的身形 都被震得到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候 叶寒怒声吼道 动手 动手 让谁动手 九伤魔君一致 下意识地感觉到危险 叶寒突如其来的呐喊 让九伤魔君都感觉到危险了 于是 九伤魔君猛地朝那女妖修看了过去 第1508章 魔之战 十 然而女妖修也眼神恶然地看着九伤魔君 她当然看懂了九伤魔君眼神的杀意 女妖修立刻喊道 魔君大人 我不是 不好 九伤魔君猛地手中一抓 一个黑漆漆的光球 上面全都是可怕魔器符文 猛然地朝女妖修轰击了过去 呼吃 女妖修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哄 的一片黑光魔器爆发 那魔龙上面的宫殿 都被这黑漆漆的光球击中 一下子被轰击碎裂 不断地湮灭起来 与此同时 呼吃 女妖修出现在摆杖之外 手中抓住一个灰蒙蒙的俘虏 求饶道 魔君大人 我不是奸细啊 在女妖修喊话的同时 呼吃 在九伤魔君的身后 一个黑漆漆的魔器身影 闪现而出 双手手持一道血红色的长刀 瞬间爆发 出来一道可怕的刀芒 朝那九伤魔君的后背 轰然刺了过去 九伤魔君眼神一凝 哄 得一片黑气魔光 炸裂而出 那九伤魔君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原地 呼吃 那一道血色的长刀 瞬间落空了 但是 呼吃 这一道血色长刀 化作了万丈之大 朝那魔龙的后背刺了下去 居然一下子刺穿了 这魔龙的后背 魔器鲜血喷剑而出 噢 得一声淒厉的惨叫咆哮 从那魔龙大吼了出来 无数的鲜血喷剑 魔龙疼的乱颤 不断地咆哮起来 呼吃 九伤魔君的身形 出现在千丈之外 看到了偷袭自己的家伙 不禁大骂吼道 该死的 宝天魔君 你找 不对 你是谁 不错 九伤魔君吃惊至极发现 叶寒这大喊动手的 居然不是让女妖羞动手 而是早有埋伏 突然出手的 居然有宝天魔君的气息 但是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 出现之人 根本就不是宝天魔君本人 刚怒吼完 九伤魔君发现这家伙的端倪了 惊骇道 可恶啊 你多舍了宝天的肉身 不对 这是你的分身 该死的 这宝天傻瓜 九伤魔君突然明白过来了 为什么宝天魔君的肉身 跟这叶寒如此相像了 肯定是这宝天魔君 眼馋的这个叶寒的肉身实力 重生的时候 使用过叶寒的气息血肉 重生之后 的确十分强大 但是宝天魔君的分身 已经被叶寒禁锢抓起来了 显然了 是这个叶寒用了神妖秘法 剥离了 那宝天魔君的肉身 跟魔魂魔鹰 炼制成了自己的分身 这该死的叶寒 怎么那么多手段 不管从哪一方面考虑 自己都要干掉这个家伙 不过 看着魔龙在不断地惨叫 身上魔气如同喷火一样 不断地喷涌出来 这魔龙可是跟他本命相连的 拥有他一半的法力力量 该死的 这个叶寒一开始 目标就是这魔龙啊 可恶 只用用宝天魔君的那一招了 九伤魔君 眼神都是狂怒之色 双手突然飞速地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一股浩瀚无边的血光符纹 在他身上爆发出来 随着这九伤魔君的念咒掐绝 一股无边血迹的力量涌动出来 呼呼呼 方圆百里的魔物 魔化生灵 巨大邪魔 魔骑士 身上魔气身影不断地冲了出来 朝着那九伤魔君的身上 涌动了过去 随着这些魔气身影 不断地从这些魔物 魔化生灵的魔气身影 不断地涌动出来 这些魔物 魔化生灵 巨大邪魔 魔骑士 在瞬息之间 血气纷纷魔气纷纷爆裂 化作了无数的血光 朝九伤魔君的身上 涌动了过去了 而那魔龙 也跟着如此爆裂了开来 魔气身影 朝那九伤魔君的身上 涌动了过去了 呜呜呜 得可怕血光魔气 在九伤魔君的身上 不断奔涌爆发出来 九伤魔君身上的 九个残缺的魔气身影 也渐渐地化作了十字一样 九伤魔君的 九个妖魔的气息身影 其实就是 它的本体修炼的魔功 九伤魔功的威能 随着九个魔气 妖魔身影的 不断地胀大起来 气息也在瞬息之间 越来越是强大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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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够啊 九伤魔君 脸色却是十分的难看 虽然它使用了 宝天魔君的吞噬魔功 但是因为魔龙被打伤了 诸多魔物 魔化修饰 妖魔身影 魔气是被夜寒斩杀的太多了 而且还消灭了魔气 虽然陷进了许多魔物 魔化生灵 巨大邪魔 魔骑士 但是对他的提升 还是不太够 九伤魔君终于明白过来了 这混蛋人族修仙者夜寒 根本早就算计好了的 一开始就打算 消灭自己的手下 毁掉魔气身影 不让自己吸收变强 现在真的被他算准了 真是可恶啊 怎么可能 一个小小的凡人 比我九伤魔君还聪明 九伤魔君发现自己 一切都被拿夜寒的算计之中 不过 这夜寒在干什么呢 怎么不动手呢 九伤魔君 现在对夜寒 可不是一般的忌惮 居然害怕夜寒 在这时候不动手了 可能又在算计什么 只见 夜寒的分身飞了回去 化作了一道气焰 钻入了夜寒的重生葫芦之中 这魔君的肉身 炼制出来的分身果然厉害 一出手 靠着诡异的魔气 让九伤魔君都没有发现 这魔君分身地靠近 当然了 他的目标 的确是那魔龙 毕竟这魔龙的气息如此强大 不可能跟九伤魔君没有关系的 果然 伤及了魔龙之后 九伤魔君不得不施展秘法 靠着吞噬魔物 魔化生灵 巨大邪魔 魔骑士来强大自己了 这正是夜寒想要的 于是 夜寒吼道 动手 随着夜寒的怒吼 九伤魔君身旁的女妖 休一愣 九伤魔君嗤之以鼻 该死的 同样的招数 对我不管用 话是这样说着 九伤魔君还是警惕地 防御着周围的情况 毕竟这夜寒 可不是一般诡异难对付 然而 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扑痴 一道灰黑的长剑 瞬间冻穿了他的胸膛 魔之战 十一 这是什么情况 九伤魔君不敢相信地 看着胸口穿刺出来的长剑 扭头看去 只见女妖休一脸嘲讽地看着他 眼神充满了杀意 九伤魔君突然手臂一抓 枪 那长剑的被他抓在手里 不甘心地道 为什么 说话的瞬间 他身上的一个残缺的魔物 猛地化作了一个妖魔血气奔涌的身影 朝那女妖休的轰然攻击了过去 女妖休冷冷道 你刚才想杀我 不错 之前夜寒用分身偷袭这九伤魔君的时候 九伤魔君直接就对他动了杀心 这就是让他下定决心了 出手对付这九伤魔君 只是一直以来 他都抱着幻想 认为九伤魔君已经被他迷住了 一定不会杀自己的 还会像是许诺的那样 让自己飞升得到成仙 长生不死 结果呢 刚才那夜寒 只是随便喊了一句 这九伤魔君就对自己动了杀心了 以为自己是奸细 九伤魔君眼神一凝 露出杀意吼道 不知好歹的低等生灵 给我去死 你根本没办法跟他比 说话的同时 九伤魔君身上玄动的恶魔 朝那女妖羞撕咬了过去 哄 的一片紫金色电弧炸裂 夜寒的身形 瞬间出现女妖羞的身前 反手一抓 金光大手抓了出去 清玄神宫滴溜溜的玄动而出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宫殿 阻挡在两人的身前 哐 的一声汗天动地的闷爆 清玄神宫在瞬间 都被那巨大的魔鬼身影 冲击的滴溜溜的玄动爆开 话这样说着 他如同疯癫了一样 飞速地掐绝念咒 身上的气息越发地恐怖冲击出来 形成了一个万丈之大的恐怖血液 一副要跟夜寒拼命 非要杀死这两人的架势 不过 夜寒眼神一动 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 这九伤魔君 真是个半猪吃虎的狡猾家伙 果然 正如夜寒所料 哄 九伤魔君的背后 爆发出来一对巨大的肉翼 猛地震荡爆发出来一圈魔气气焰 身形震荡出来无边的恐怖风暴 身形一下子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这九伤魔君的身形 已经冲飞出去万丈之外了 他现在可就知道了 那宝天魔君 为何如此痛恨着该死的夜寒了 这家伙 简直就是人族之中 最狡猾的混蛋 听那女妖修说的话 他就知道了 自己上当了 被这可恶的夜寒算计了 而且是一开始就被这家伙算计了 这家伙杀自己的手下那么多 就是为了除掉 他积累下来的魔气 所谓的魔气 就是各种生灵的负面气息的融合 杀戮 恐惧 死亡 怨毒 咒骂 妒忌 阴险等等 就是在杀死万千生灵的时候 那些负面的情绪 会转化成阴暗的气息 最终融合成魔气的 所以 魔族是最喜欢虐杀其他生灵的存在 也是为什么万千种族 都十分痛恨魔族的原因之一 九伤魔君 虽然施展了那宝天魔君的秘法 可以吞噬这些控制的魔物的生灵的气息 增长恢复自己的修为法力 但是 一方面是那可恶的背叛者偷袭了自己 虽然没有让他中伤 但是却是有心算计 插在自己胸口的长剑 显然是一件非常厉害的偷袭宝物 不然也不至于让他发现都没有发现 就被刺穿了胸口 他感觉到 一道长剑散发出来一股特殊的禁锢之力 正在清洗他的经脉 感觉法力有些运转不畅之外 还有一股让他感到痛苦的力量 果然没有错 这该死的叛徒 跟叶寒是一伙的 权衡之下 九伤魔君也不敢多停留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他身经百战 自然不会跟叶寒拼命了 不过 九伤魔君的速度 虽然不是一般的惊人 但是冲出去数万丈之后 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眼神露出一丝惊骇之色道 不好 幻境 不错 他的神识魔念可不是一般强大 马上分辨出来了 这该死的叶寒 不知道什么时候布置下来了 可怕的神通幻境了 能够让他这等修为 都无法轻易地发现的幻境 绝对是通天灵宝级别的宝物神通 才能够做到的 于是 九伤魔君一拍储物带 一片可怕窒息的魔器冲击了出来 一个诡异的铜灯宝物飞了出来 只见这铜灯宝物 是九个恶魔的雕像环绕 猙獰而恐怖 随着九伤魔君的掐绝念咒 魔器法力如同潮水一样 朝着铜灯宝物涌动了进去 是 得一片黑红色的火焰 在铜灯宝物上点燃了 随着黑红色火焰的涌动而出 照耀着九个恶魔的雕像 变得极其猙獰恐怖 这九个恶魔的雕像 开始涌畅起来 一阵阵刺耳难听 神秘玄傲至极的曲调 轰轰轰 一圈圈的火焰气浪 随着这九个恶魔雕像的涌畅 冲击了开来 火焰气浪风暴 随着这九个恶魔的涌畅 炸裂出来一圈圈 无边的魔器冲击开来 周围的环境 开始不断地扭曲崩溃 哐哐哐 得连环不断地轰鸣炸裂 金属钢铁一般的闷爆炸裂 一根根巨大的青铜柱子 出现在虚空之中 不错 叶涵早就知道了 这九伤魔君可不会跟自己拼命 那一副大吼大叫的样子 根本就是杨作出手 其实是用秘法逃走 这魔族虽然拥有十分逆天的 重生恢复的天赋神通 但是事实上 也不是真正地不断重生复活的 每一次重生复活 都要消耗极大的神魂气息 所以他们 也不是真正地不死的 重生的次数多了之后 就会变得越来越弱 这才变弱的 所以九伤魔君还是怕死的 叶涵也算准了 这九伤魔君受伤之后 第一时间肯定是要逃走的 早就悄悄地释放了青玄神弓 制造了乾坤秘境 让九伤魔君误以为逃走 不过 这九伤魔君发现得也很快 九伤魔君脸色极其难看 他实在是想不通 那该死的女妖精 怎么被那叶涵说动的 第1510章 灭魔 而且自己居然每一步 都被那叶涵算计了 知道自己要逃走 不过 就一件通天灵宝也想要困住我 九伤魔君这么想着 双手飞速地掐绝身上的 九道残缺的妖魔 不断地吟唱出来 一圈圈无比惊人血红魔气 在九伤魔君的斩腕铃长刀上 聚集出来无边的血红刀气 爆发出来无边的血光神光 在空气之中不断地涌动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候 轰轰轰 得无边的雷云 在青铜柱子上不断地爆发出来 一道道紫金色电弧跟着颤动出来 骤然之间 擎天之柱一般的清玄神功的青铜柱子 不断地震荡 爆发出来惊人的紫金色电弧 朝那九伤魔君的周围 冲击了下去 这些青铜柱子夜含法力神识的控制之下 变换着位置 居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直接化作了一个个无比巨大的猿猴 跟着 嗡 得一片璀璨的五星灵光震荡而下 雷霆五星金箍棒本命法宝的气息 冲击了进来 居然跟青铜柱子融合在一起 惊人窒息的一幕出现了 吼吼吼 那些巨大的猿猴 一个个疯狂地咆哮起来 双手抓住那擎天之柱一般青铜柱子 瞬间轰击出来无数的棍影 混天八妖棍法 万元焊天 夜含疯狂至极的驱动法力 子鼎的气息 瞬息之间就掏空了 一下子就爆发出去了十倍的法力 全部都注入了雷霆五星金箍棒 清玄神功 施展那混天八妖棍法 可怕神通 只见 吼吼吼吼 那些巨大的猿猴 舞动起来那焊天棍法 轰炸出来无数的棍影 朝那九伤魔君的身形 疯狂地轰了下去 瞬间 棍影阵法不断地交错攻击下来 魔玉刀法 九伤魔君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朝他倾袭而来 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 万千刀光震荡冲击而出 九道残缺的妖魔 瞬间互相融合在一起 居然化作了一只八只巨大的手臂 三个脑袋 八条腿的巨大妖魔 跟着那刀光疯狂地轰击 爆发而出 瞬间 哐哐哐 震天动地的刀光棍影 如有爆雷一般 疯狂地炸裂轰击起来 整个天地都是可怕的刀光气浪 疯狂地冲击开来 那九伤魔君身上 冲击出来的巨大妖魔 疯狂地撕开了天地一样 朝夜寒轰击了过去 哄 得一片风暴涌动 夜寒的身形 瞬间被那妖魔 就撕成了粉碎了 看到此景 九伤魔君都露出不敢相信之色 这九个残缺的妖魔 其实才是他真正的本体 但是也没有这么厉害吧 不对 九伤魔君突然反应过来 这家伙还在使用幻境对付自己 这么想着 九伤魔君瞬间双目金光震荡而出 朝前方猛的一睁眼 嗡 得一片金光连衣颤动 果然周围还是无数的猿猴轰击 但是 哗啦啦 得金光符文颤动 一道道锁链呼啸而出 这些锁链发出 让九伤魔君都感到恐惧的气息 不好 静魔锁链 这家伙肯定知道练兵王子 九伤魔君脸色大变得惊骇起来 双手飞速地掐绝 身上血光魔气爆发出来 哗 得一片血光魔气符文炸裂开来 九伤魔君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原地 但是 哗 得一片紫金色电弧 轰鸣爆发开来 九伤魔君的身形 随着血光的爆裂出现在原地 咔咔咔 静魔锁链 缠绕上了那九伤魔君的双脚 顿时 九伤魔君感觉自己 双脚失去了控制 魔气法力都在施展不上来了 可恶 九伤魔君暴怒起来 长刀一颤 居然一刀斩断了自己的双脚 啪叉 得无数的黑红血光冲击出来 九伤魔君居然如此凶残 自己的双脚都不要了 也要脱离静魔锁链的控制 但是叶寒嘲讽的吼道 有本事手也不要 随着叶寒的话语刚落 哗啦啦的另外一道静魔锁链 缠绕上了九伤魔君的双手了 顿时 九伤魔君脸都绿了 惊骇呼道 你怎么能控制静魔锁链的 叶寒有静魔锁链 就已经十分可怕了 居然还能完全发挥 静魔锁链的静魔智能 而且还有两根 这上哪里说理去 叶寒根本不回答这家伙 因为 静魔锁链 也只能静着魔君 那么一丝的间隙 但是这一丝的间隙的时间 足够让叶寒 干掉这九伤魔君了 轰轰轰 得无边的猿猴 轰炸下来无数的棍影 朝着九伤魔君 疯狂的轰击下去 轰轰轰 得汗天动地的闷爆 一棍接一棍的的棍影 轰击在九伤魔君的身上 紫金色电弧 棍法光爆炸裂开来 九伤魔君的身体 不断的轰击震荡 整个身形不断的 喷溅出来魔气鲜血 连带着的 那九伤魔君残缺的 九个妖魔凝聚出来的妖魔 还能来得及 发挥最大的威能 就已经被混天八妖棍法 不断的轰击 化作了魔气身影 不断的冲击 在千万道的棍影的轰击之下 九伤魔君 凄惨的咆哮惨叫着 根本就挡不住 直接整个身形 都被轰击的灰灰烟灭 呼吃 九伤魔君的魔气身影 化作了一道血光魔气 朝清玄神宫之外 冲击出去 但是 呼呼 一个紫色符纹 出现在她的面前 抓出来两个紫色符纹大手 一下子把九伤魔君的魔气身影 拖入了紫顶空间之中 在远处 那女妖羞看着夜寒 真的打败了这可怕的九伤魔君 好像还把九伤魔君 那不死的魔魂也收走了 女妖羞不禁睁大眼睛 这就干掉那九伤魔君了 到时 夜寒突然发现了什么异样 惊呼道 小心 啊 女妖羞脸色一颤 猛地发出一片灰光气焰 包围着身形 扑哧 一道金光剑芒 如同鬼魅一般 穿破了那女妖羞的身形 一个全身发出金光的青年 出现在那女妖羞的身后 北庐仙派的 夜寒看到出现的人影 猛地眼神一凝